听有双语字幕的故事 每天提升你的英语水平 张忠谋的故事 曾经有一个人名叫张忠谋 他出生于中国宁波 张忠谋移居美国上大学 他曾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 毕业后 他加入德州仪器 在那里张忠谋从事半导体研究 半导体是电子产品的一部分 他们就像设备的大脑 张忠谋有一个伟大的梦想 他想创办自己的公司 1987年 他在台湾创立了台积电 这是同类中的第一个 台积电没有自己生产产品 相反 他为其他人制造晶片 这个想法既新颖又冒险 但张忠谋坚信这一点 他认为这会改变世界 他是对的 台积电成长速度非常快 他有助于降低电子产品的价格 这帮助他们变得更好 今天台积电非常重要 他为许多公司生产晶片 例如苹果 AMD和NVIDIA 这些晶片存在于手机中 电脑 和更多 张忠谋现在已经出名了 他被称为晶片产业之父 他的工作改变了电子产品的制造方式 张忠谋于2018年退休 台积电持续成长与创新 感谢张忠谋 我们的世界更美好 他的故事激励了许多人 这表明梦想可以实现 一个人就能做出巨大的改变 听有双语字幕的故事 每天提升你的英语水平 张忠谋的故事 曾经 有一个人名叫张忠谋 他出生于中国宁波 张忠谋移居美国上大学 他曾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 毕业后 他加入德州仪器 在那里 张忠谋从事半导体研究 半导体是电子产品的一部分 他们就像设备的大脑 张忠谋有一个伟大的梦想 他想创办自己的公司 1987年 他在台湾创立了台积电 这是同类中的第一个 台积电没有自己生产产品 相反 他为其他人制造晶片 这个想法既新颖又冒险 但张忠谋坚信这一点 他认为这会改变世界 他是对的 台积电成长速度非常快 他有助于降低电子产品的价格 这帮助他们变得更好 今天台积电非常重要 他为许多公司生产晶片 例如苹果 AMD和NVIDIA 这些晶片存在于手机中 电脑 和更多 张忠谋现在已经出名了 他被称为晶片产业之父 他的工作改变了电子产品的制造方式 张忠谋于2018年退休 台积电持续成长与创新 感谢张忠谋 我们的世界更美好 他的故事激励了许多人 这表明梦想可以实现 一个人就能做出巨大的改变 听有双语字幕的故事 每天提升你的英语水平 张忠谋的故事 曾经 有一个人名叫张忠谋 他出生于中国宁波 张忠谋移居美国上大学 他曾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 毕业后 他加入德州仪器 在那里 张忠谋从事半导体研究 半导体是电子产品的一部分 他们就像设备的大脑 张忠谋有一个伟大的梦想 他想创办自己的公司 1987年 他在台湾创立了台积电 这是同类中的第一个 台积电没有自己生产产品 相反 他为其他人制造晶片 这个想法既新颖又冒险 但张忠谋坚信这一点 他认为这会改变世界 他是对的 台积电成长速度非常快 他有助于降低电子产品的价格 这帮助他们变得更好 今天 台积电非常重要 他为许多公司生产晶片 例如苹果 AMD和NVIDIA 这些晶片存在于手机中 电脑 和更多 张忠谋现在已经出名了 他被称为晶片产业之父 他的工作改变了电子产品的制造方式 张忠谋于2018年退休 台积电持续成长与创新 感谢张忠谋 我们的世界更美好 他的故事激励了许多人 这表明梦想可以实现 一个人 一个人就能做出巨大的改变 帮助我